馬來西亞女神林明禎 早前去了日本為電影做宣傳 順便和家人在東京旅行放鬆 期間他亦在社交平台 post影片分享旅行的日常 影片中出現一位高大有型的男生 和明禎相當親密 引起網友的熱議 這日明禎出席活動時 亦有親自解釋這個美麗的誤會 其實那時我是臨時被通知去東京 然後我就趕快跟我家人說 然後我就訊息給西樓 我就說 東京旅行走? 我說我包機票包吃包住 然後他就馬上就說OK他訂機票 然後我們就在東京 因為我西樓很久沒有出國玩 所以帶著他 我們兩個大家都算很像情侶 因為他又很高 是不是自己都很久沒見過西樓? 是啊 其實隔離的期間 兩、三年沒見過 所以就已經很久沒有見到 就很想念 所以去到那邊 我們就一直黏在一起 東京出了名是美食之刀 明禎都說自己很難抵得住 有說胖了不少 我的腹肌都沒有了 所以我就… 剛才我拍照我就一直摺 摺 但不是的 我相信觀眾都很喜歡看你的樣子 即是很可愛 就是壞了地 所以我今天都要練腹肌 因為整個狀態好一點 那平時有沒有說 自己喜歡做甚麼運動 其實我很喜歡做瑜伽 還有我有一個習慣 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穿得很多很厚 因為很喜歡… 出汗 出汗 所以我做運動的時候 會穿很多很厚 然後就很容易出汗 然後就覺得很舒服 那跟家人去東京的時候 有沒有都是keep住這個習慣 沒有 就不要做了 就一起床就吃了 吃到晚上 然後就睡一睡 醒了又吃